我是钟晓阳 上一次课 跟大家分享了 阳虚的时候 像有什么表现了身体什么状态啊 那跟阳虚相反的状态呢 就是阴虚 阳虚的怕冷 阴虚的内热 这个有一点中医基础的呢 从症状上的其实不难分辨 针对很多初学者阴阳的概念还是有点模糊 有点不太好懂 这里呢我在啰嗦的讲一点 这个阳 它是代表抽象的 往往是看不见的 距离是提供能量的 阴呢 就是一种物质 具体的东西 阴阳有广义的阴阳 也有狭义的阴阳 从广义的阴阳呢 它就是一对相对的概念 比如说我们上上次课讲到的 你气血来分阴阳的那就去就是阳血就是阴 如果用人的形体 跟气呢 做一对阴阳呢 那就气就是阳 人的形体呢是有形的就是属阴 这种是一种广 广义的阴阳啊 就是相对的阴阳 就是看具体 什么 哪两个东西 分阴阳啊 这种情况 那今天 我们舍头讲的这种阴序阳虚呢 泛子啊 狭义的阴阳 阳呢 主要是指阳气 人体的这个阳 去 提供能量提供火热的这个阳气 而阴呢 主要是指 常在人体的这种精微的储存能量的东西啊 或者是为了方便 大家来理解呢 我举例子啊 你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有那么一锅热水 就好像人一样 是一个温热的动物啊 所以呢 阳呢 就是热水里面的这个能量 就是这个热啊 而水呢 是阴 是 承载这个阳热的物质 所以呢 一锅 的热水 有阴阳 阳就是这个热 这个能量 而阴呢 就是这个水 当阳不足的时候 就是这个水的温度不够 是冷水 温度不够 温度不足 这种状态 而阴不足呢 就是这个水 水少了 我们的热很多 那可能这个水就要烧开了 就要蒸发掉了啊 就是这么一种状态 温度呢 就可能就高 哎这个呢 就是一个 阳 虚 则 寒 阴虚 则热 原理就是在这里 我们上次课讲了这个阳虚 那阴虚有什么特点呢 所以我们讲 阴虚 你就要知道阴的一个功能 首先它是一个 滋润人体的功能 当阴不足了之后啊 就像那个水一样 水不足了之后呢 人体会发肝 所以有些人会有眼睛肝 口肝 鼻子肝 皮肤肝 哪里都是肝的 所以严重的呢 也稀有种病 叫干燥 中和症啊 哪里都是肝 这种就是中医讲的阴虚的一种状态啊 极端的 那中医来讲 除了这个肝 这种状态 还有什么呢 就是还有虚热的状态啊 阴虚 人类热嘛 所以 阴虚了之后 往往会有 五心繁热啊 这个典型的代表症 五心就是 双手的手心 加胸口啊 这个心 再加上脚心 双脚的脚心 所以会觉得热 而且有点繁的感觉 尤其是在晚上 会有这种繁躁的感觉啊 这个是有五心繁热 除此之外呢 我们讲 有热多了吗 那热多就是火多啊 火热多 所以从颜色上来看呢 红色的东西就会多出来 所以当有阴虚的时候 嘴唇呢 是偏红的 舌头呢 伸出来也是舌头红 还有有些人呢 全红啊 好像化了妆一样啊 这种情况都有 那具体在舌相 有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呢 舌头 阴不足以伸 伸出舌头呢 就是很干的一种状态 在这呢 从颜色来说 阴虚颜色就很红啊 阳虚舌头蛋白 阴虚呢 舌头很红 在这它是一个虚症 胎扫 甚至没有胎啊 所以阴虚的舌头就是舌红扫胎或者是舌红无胎舌自嫩 就是这个特点 具体呢 大家可以参照啊这几张图像 这个几张图呢是有不停程度的啊有阴虚的状态但有些是合并有点去虚 或者是有点合并有点雨血这种状态啊首先第1个要素你就是先抓住阴虚 舌红开嗓 记住这个要点啊 那我们知道这个舌头它看上去这个是阴虚的状态又结合症状我们知道 是有阴虚的偏阴虚的体质了怎么办 看条理的一个方法 阴虚那就要养阴又要补阴 在广东地区呢 有一个很好用的啊 广东说的一些清不良的方式 有什么呢 就是 用些熟地卖冬 沙森玉竹 百合 这种 养阴的东西 又不是很滋力啊可以用来煲汤啊广东最喜欢的啊这配合 一点趋势健脾的这个是广东经常喝的汤 那如果我们 从方药上面来讲呢 典型的代表方啊就是六味帝皇丸 又味帝皇汤系列的啊 在这个六味帝皇汤系列呢 还有一系列的变动方子 有加上麦东五味子的 这个我们叫麦味帝皇丸 如果虚热比较重呢 加上了脂母黄白的清热 我们叫脂白帝皇丸 还有一些 阴虚合并 这个有些肝阴不足有些眼睛的问题 可以配上菊花枸杞子啊 我们叫起菊帝皇丸 这么配合来用啊这个是一个 非常经典的一个代表方系列 除此之外啊 我们的医生张仲敬呢 他也老早给我们 总结了阴虚的一些常用的方子 比如说有阴虚失眠啊 刚刚提到的 这个上海论里面有 黄莲 恶椒 鸡子汤 就是用这个 鸡蛋黄啊 一定要用 生的用 不能煮熟了 煮熟了就没有太多效果 就是要煮好的时候 打一个生的鸡蛋黄进去啊 用来养阴 鸡蛋黄配上恶椒啊 那就养阴的效果就比较好了 还有一个猪腹汤啊 也是用这个 猪的皮肤 用来熬啊 带点肥油的这种 猪皮直接熬汤啊 加一点点这个面粉这么熬 熬出来这个汤 也是相当的知阴的啊 我们讲跟猪有关的东西都比较养阴 猪呢是属水 我们叫水醋 所以猪肉呢 就偏养阴 吃猪肉吃多了 阴的东西就多 所以人会偏胖啊 会长肉啊 这个就是养阴的这种状态 除此之外啊 伤寒论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养阴的知录方 我们叫酸肝化阴 叫撒药甘草汤啊 很小的一个方子啊 也是非常好用 主要是用来治疗抽筋啊 筋卵呢 这种状态 但这个方子化了阴养了阴之后 也能缓解一些便秘啊 有的是口干啊 眼睛干这种情况 好 这就是这次课 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要内容 这次课学完了 我们把去血阴阳 常见的虚正的舌相呢 都学完了 下次课 我们来看 血气重的时候 舌胎是怎样的一个表现 有少年开玩的 帖户 说你 好吧 ème